他是谁?据名直球道报,是瓜群众被剧透得明明白白的,一秒get到点,凶手就是要由爆皮爬半遮面,可见而地玩神秘。 今日份破案密码可别错过了。 他是谁?凶手是1988年至2002年系列杀人魔。 前面舞得在岩石,大结局掉马就在一瞬间。 刑警卫国平还是一大小伙子就开始跟进这案子,时间跨度过于漫长,头发都熬白了,终于将人逮着,也是老大不容易。 歌县史里,凶手其实有人物原刑,关键词白银连环杀人案。 因为曾到多地打工,生活比较隐匿,凶手原刑1988年至2002年犯案十余起,并未被起诉。 直到2016年,案件重启,警方终于抓住了这一重度危险分子。 又过了三年,2019年的时候,凶手原刑被执行了死刑。 其他影视剧中,这类连环杀手经常被设定为独居,他是谁还真不一定。 毕竟,原刑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。 白银案凶手杀掉的无辜女性几乎能组一个篮球队,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8岁, 他们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。 这样的罪大恶极之徒,自己活得倒挺好,娶了老婆,生了两个儿子,还供他们取得了学位。 有一个细节,凶手犯下第一起案件24岁,他的大儿子也在这一年出生。 直到多年以后凶手被捕,大儿子已经是研究生,进了一家科研单位,小儿子也本科毕业。 只差一点,凶手就能过上幸福的养老生活。 他是谁,凶手露面很早,但又不算真的露面,想看脸是不可能的。 卫国平有个老铁,追凶没有主角,光环护体,被凶手一刀割吼。 这段记忆成了卫国平永远的痛。 凶手肆无忌惮继续犯案,又残害了许多无辜。 卫国平紧抓线索,从青年熬成中老年,熬到大结局才熬赢了凶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